我們今天主要談的是HML 然後另外一個topic 和影片擺在一起的 叫CSS Cascading Style Sheets 這個到時候再跟大家介紹這個東西 HML裡面有大概這幾個topic會跟大家介紹 背景 然後看一看網頁的 大家從小開始就做網頁 你們這個年紀應該是小學一年級開始就你的首頁 現在每個小學生大概都有四五個email帳號 反正怎麼都有 Facebook也沒有 Facebook很多都有 Facebook小學生都有 你們小學生可能開始就有自己的首頁 我們今天看首頁裡面的語法 為什麼我們要看一下語法 因為我們這本課重點不是做網頁 但是我們要用程式來產生網頁 程式來產生網頁 對於網頁語法應該要有一個基本的認識 包含了這個 Heading Linking Image Heading就是比較大的那個字 標頭 Linking 網頁裡面有連結 然後網頁裡面有圖片 Image 對 然後 有一些網頁裡面有特殊的character 特殊的這個字緣 還有你列表 list 剛剛應該說不是列表 就是列一列的 一點一點 或一二三 那個叫list table 變成一個表格 bomb bomb這個就是 這很重要 bomb就是你要填東西進去 對 填東西進去以後 後面一定要有程式來處理 後面的程式主義 我們這門課主要談的是PHP的 過去我的課裡面有談過ASP或JSP 大家都談過了 很多有的簡專門開過一學期的課 但是因為後來有其他老師上了 或者是有其他的 多的狀況 所以我這門課現在主要是談PHP PHP是一個 開放自由軟體 所以我們就後面有PHP的程式 來 來對 來處理 這個網頁裡面有FOAM 這個叫做表單 表單 你填進去的東西 送到那邊 那邊的程式在處理 所以表單這個 在 你的網頁裡面長什麼樣子 然後internal linking internal linking就是說 我網頁 linking 這個linking是hyperlink 等下我介紹 全名是什麼 那一定要知道 那我們hyperlink是從 我這個網頁連到 然後另外一個其他 其他地方的另外一個 網站上面去 然後在網站上面的 某一個網頁再把它抓過來 那叫 hyperlink 比較厚加linking internal linking 就是我從 我這個網頁 自己 連接到我這個網頁的 下面什麼地方去 我跳到我的網頁 什麼地方去 meta很重要 meta我們後面會看 要搜尋引擎 要做的話 可能要search meta這個東西 HML最新的發表是HML5 HML5這個 我等一下就會介紹一下 那這個 這東西變化很快 HML5裡面主要包含的那些技術的東西 包含的CSS DQEG 我們後面幾個禮拜要談到 Java Screen 裡面這些東西 我們這門課都會介紹 可是呢 這些東西都會整合起來 以後又有另外一個形狀出現 另外一個 你可能在很多書 這個新聞上面 如果你注意到這個 資訊的新聞的話 才會注意到 HML5已經大概是 最近三年以來 從2007吧 2007的時候 開始就是要喊這個 原來是今年的年底 就是要 要訂版 這規格要訂出來 可是沒有 我們拖延一下 所以 所以 明年的這個 這門課 大概就是HML5 所以我們這門課 其實我已經開了十多年了 已經變化 內容變化很多了 有舊的新的舊型 所以 所以修過這個課的東西 也歡迎你常常會來 來我們的 宅學院上面看 很多東西會有新的更新的 那同樣的 如果你們寫的這些東西 如果 共同筆記裡面 有些東西 寫的是舊的是錯的話 也是留下來的 但是寫新的東西 也會繼續上去的 其實現在的那個網站上面 學長們 畢業的學長跟 跟這個 跟外面的人其實看的比較多了 自己修課的同學 反而看的比較少 除了在交作業的時候 這個 會比較搭檔的使用 那 好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 Web的Standard Web 我們就是說 Web 就是 Web 就是我們現在說 Triple W Triple W 他 我們在 這本課的reading assignment 就是課外讀物裡面 你可以去讀了以後加分的 其中考的時候 如果你寫八卦 其中有一本 是叫 Tim Verner Lee 那個人 那個人 寫了一本書 那個人 他 常常說他是這個Web的 father 就是他 他是這個 他原來是在歐洲 幫歐洲幫那個物理學家服務的 我們上禮拜稍微有提到過 那 物理學家他們 要 不太會用網路 不太會用FTP 他希望他做的一個實驗的東西 能夠立刻給別人在其他地方可以看到 實驗的一個圖片 一些文字 那他不要 不要讓別人去做下載 這些呈現 這些軟體的動作 他希望這樣 就能夠讓別人看到 所以 所以這個 Tim Verner Lee 這個人 他就設計了兩樣東西 一個是HTTP 這個protocol 另外呢 是HTML 這兩樣東西 這兩樣東西就是Web的基礎 HTTProtocol 我們上個禮拜介紹過 他是網路上面一個溝通的協定 這個 那個時候只是 一開始的時候只是為了拿靜態的網頁 去呈現 比如說這個 3-way handshake 這個在GTV上面 3-way handshake 然後 staylist 抓一次以後就沒有了 但是 我們現在變成要 在上面要run各種不同的應用 所以呢 現在 就加了什麼cookie進去 加了session進去 加了一些東西進去 讓我們在這個 連結結束以後呢 還可以 後面還可以繼續run應用 購物車啊 等等 那 那真的是HTTP 那可是 你的內容要怎麼樣的來呈現 你傳遞的這個內容怎麼樣 成就網頁 那他就 設計了一個 HTML 這個 所謂語法 可是這個東西不是一個程式語言 這個東西是一個 是一個formatting language 它是一個 格式化 讓東西變成一個固定格式程式的 這麼一個 這個markup language 它不是一個programming language 所以 HTML 是這個 hypertext markup language 這個 hypertext markup language HTML 那 它不是程式語言 它是一個把東西 變成一個固定格式來呈現的 這麼一個 一個語言 那 這個東西要 變成紅色的 大一點 或者是 在這個地方 你就 按一下 就連接到其他地方去 它是一個格式化言 那這兩個合起來 就是web的一個基礎 那這兩個東西 當然都是有 一直有在進步 那 HT由1.0到1.1 HTML 那這個web的 consulting也是一個 一個組織 那它專門負責HT HTML的標準 演化的工作 很多標準出來當時不太 有些什麼缺陷的 慢慢的在定這個標準 在演化 它也有很多地方 很大的 廣辦參與 WC standard裡面呢 最重要的 有HTML 然後呢 還有CSS跟SML 這兩個我們後面都會看到 尤其是SML 這個東西非常非常重要 你現在 現在 SML是無所不在的 我們後面會 會這個 談到的 每次談到這裡的時候呢 我都會跟大家特地的強調一下 不要唸它XML 這個SP 不要唸它XP 你唸XML的話 只有 只有我們聽得懂 跟一個老外唸XML 他不知道你在插什麼 XP他也不知道你在插什麼 SML SPR Windows SP 所以 一開始樣很習慣 但你會聽到一堆人跟你唸XML 這個 除了有一個在網路上還蠻有名的一個 一個女生 我不知道你們聽過了 他的名字叫做 這個 這個人聽過沒有 這是一個女生 他自己叫自己X帶子 所以就叫他X帶子 但是自己叫自己是個名字 那外國人看到這個也必須要跟他 跟他這個 但是 那這個 這個 這個就是一個 自學蠻蠻厲害的一個女生 黃蠻蠻厲害的 黃蠻蠻在哪裡工作的 Ruby on Rail還不錯 最近的 HML標準 SHML 1.0 其實 HML從 1.0 2.0 3.0 4.0 5.0 4.0以後 4.0 0.2 等等 然後突然以後就沒有了 沒有了以後 就 以SML為數 他的走的PASS 就變成SHML 1.0 然後我們現在就SHML 1.0 那我們這門課上的是SHML 1.0 那為什麼HML 5.0沒有呢 跟HML 5.0的觀念上就完全不一樣了 包含我們HML 包含我們後面還有很多 其他都應該合起來一個更胖更大的東西 所以HML 5.0是比較大的一個變歌 而且還沒有 Finalize 大概今年底 明年初的時候 理論上是Finalize 反正不是明年就是後年 我們這門課的內容要全部要再翻一下 基本的東西要再翻一下 以這個為 但是你不要說 那我現在就不學了 你現在這個知道了 新的東西出來 你大概 等一下我會再講一下新的裡面有什麼 你就會很快的能夠上手 如果現在這個基本不知道 直接看這個 到時候眼花撩亂 那SHML 基本上它 呃 它也是 就是 我們現在講SHML 那後面等一下我們的XUse就就拿掉了 每一個都要加個X 是太長的 直接就 翻成SHML 那 它是Markup Language 然後它也是W3C的一個 呃 標準 然後 最重要的是呢 讓Document的內容跟Structure 然後變成一個標準的結構 然後呢 結構上面的樣本呢 是有另外一個技術可以來幫忙的 就是叫做CSS 最後面這裡有 叫Cascading Style Sheet 它 這個 HML 會 SHML HML會秀出來 這個文件 我說一個網頁是什麼 一個網頁是一個文件 那文件的架構 都會秀出來 架構 然後 那文件的那個樣板 或文件的那個 我們說那個式樣 那用什麼 另外一個技術叫CSS Cascading Style Sheet Cascading是什麼 Cascading是瀑布的 一層一層的那種瀑布 這樣水流下來 就Cascading Cascading Style Sheet 這個我們今天或者是 今天可能會稍微介紹一點點 有時間的話 主要是留到 下下禮拜來談 所以 那這兩個的不同 其實很大的不一樣 介紹到的時候你就會了解 那 那這個是一個 最基本的背景 那這個圖是 這圖我們會看到很多次的 這個圖是 我前幾年寫了一本書 上面畫的一個圖 莫登本書 台外表發言 在美國發行 其實在 網路上 目前インターネット上面 內容的核心 就是 SML 那這裡面很多的技術 你可能現在都還 都還搞不清楚是什麼 但是這個圖 秀好幾次 但有了這個圖 就大概 大概有一個概念 那 SML是 很多東西要核心 那我們今天談的 HML SHML呢 SHML是這裡 它是由 SML衍生出來的 那HML呢 HML 跟 SML合起來 到了 SHML 所謂合起來 其實也不能說是合起來 就是照它歷史眼鏡 還這樣子的眼鏡 那它手頁 在手機上面也有很多的那個 網頁 手機上網頁呢 有很多 SHML 沒有 現在都是這個樣子 現在手機上 主要是 SHML 這個PASS 那經由 SML 還衍生出一大堆東西 那些東西我們到了SML時候再來談 一大堆 一大堆東西 可是SML這個東西呢 是一個很難了解的東西 就是 它是有一點點抽象 它是一個 規格 事實上 SML我們過去說是一門客來談它的 那其實 談SML我們只要 其實30分鐘也就夠了 可是呢 大概也就知道什麼 可是很難用 它需要有很多旁邊的 輔助的 技術去幫忙它 然後它要寫成程式 然後再來用那些工具 才會比較好用 不然的話 如果 全看這個SML的話 你會很累 那所以 還有其他課 包含了 CSS 我們有這兩個要看 今天後下的 然後SSLT DTD schema 然後這邊 SPECT 你一堆一堆 幫忙它 所以這個是一個 技術的架構圖 那你現在可能還沒有辦法完全 了解這裡面 每一個 每一個這個 各自技術的它的 到底是做什麼的 可是有這個圖擺在這裡 等到我們 大概期中考以前 期中考以前 對這個就應該會很熟了 期中考以前的話 那這個 大概就有一個概念 通常即使在業界工作的人 有這個概念 正確的也不多 因為主要這個技術有它的複雜性 所以有很多web的人 他做 做很多 他搞不太清楚 這些東西的關係 所以這個 有一個圖以後 後面再來參考 所以HML是什麼呢 我就跳拍HML HML它是 是有文字 裡面有很多small markup markup tag markup就是那種 標籤 有很多標籤的 tag也是標籤的 就是左括號 右括號大於小於 合起來的標籤 那這些標籤呢 告訴這個 瀏覽器 外browser 怎麼樣來呈現這個網頁 所以網頁是一個 會不會